老師透過你是藝術家 然後你的議題是溫馨理性懷的部分 我的媽媽十多年前因為懷過世 所以我經歷到這段陪伴的日子 照顧的人 其他人 一直陪伴到他走的那幾年 我經歷了這番長的人生的低潮 後來是參加公益團體 找到了一個生命的力量 謝謝老師這個溫馨理性的議題 除了生命有人生命陪伴 也告訴我們女性在為家庭為家人 你每天的奮鬥 其實你更需要的是愛自己 我生老二的時候 我是帶著我的大兒子 然後帶著行李自己到醫院去生產的 有時候我會想 女性 就可以發揮得淋漓盡致 然後 今天一整天的這個演講的 可以看到女性哥哥聯名城的生命經驗 可以看到我自己所走過的路 我比較想問老師 感覺很年輕 可是你為什麼有辦法開發出那個 就是說你怎麼有辦法去很了解到 我們那個階段的一些女性的那個 生命經驗 這樣子 謝謝老師 被我摘壞了 那怎麼辦 沒關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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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